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到多欢跟郑帮的长途电话 就开心地合不上嘴了 认财预约 这就证明我在家里 有江湖地位呀 早啊 早啊 叉烧饼好了 精神很好啊 谢谢你们了 真要恭喜你了 你老婆真好啊 每天早上陪你沉运 我们那位就会打麻将 要不就睡觉 好 我的老婆 是全世界最好的 真不害臊 你真是的 不耽误你们了啊 我还有事呢 好 慢走啊 小心点啊 有时候啊 病病也挺好的啊 这么 这么多人关心我 还有人 小心点啊 打电话又送补品 这病得不错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吓我 病 老妈跟润好到哪儿去了 你好 是兵死我了 怎么样 是兵死我啊 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好 妈妈 妈妈妈 妈妈 妈妈 妈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妈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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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真是众气十足啊 又练孝宫啊 我练校功啊 他们俩就在练校妈功啊 校我 谁敢笑话你啊 妈 你别再给我加罪名了 我看今天没事干 就陪大姐和姐夫来陈运 你别怪我惹你发火 到时候会弄出山火的 梁友啊 到时候如果真的有山火 你是先救润好还是先救我 不会那么巧啊 会有这种事 你说呀 妈 你别没自信 爸当然是先救你了 我长得漂亮 又这么多人爱 说不定到时候有个最难 跑出来救我呢 那倒是 任豪现在还没死很多人呢 可不是 你到街上去看看 有多少死事 真可怜 不过没有一个配得上我的 真好啊 也别再说了 老妈的水啊 能跟我比了 喂 妈 你千万别这么小气 千万别这么认真 我很孝顺你 可疼你的 大家都说任豪啊 很像你年轻的时候啊 老妈 我知道 她像我年轻时候 那么难收拾 老天爷就生了 我这个鬼剑丑 来收拾你 我就非要等着 看看将来啊 谁能够收拾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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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说这种话 想笑死我 妈 妈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 妈妈妈妈 行了 谢谢 谢谢福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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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哥 谢谢福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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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对了 上人 你决定留在这儿 又没找到工作 我看你帮帮大圣的忙吧 我在这儿帮忙 是啊 真的呀 要不这样吧 我经常来喝茶 做个活招牌不更好 天福啊 麻烦你给我弄杯卡布奇诺 弄杯咖啡给姐姐 是什么玩意儿啊 我只会弄奶茶咖啡 对不起啊 随便吧 谢谢啊 对了上人 现在我看到大圣 这么用心地干活啊 我真的很高兴啊 姐姐 你开心就是我开心 很帅啊 姐姐 那些人太没礼貌了 老是用手指指人 这些个下等人哪 很少能看见像你这么帅的人啊 不是啊 我说他们呢 老是盯着上人舅舅啊 那天很多人问我 上人舅舅是大圣的弟弟呢 还是老板的亲戚啊 容易 别耍我了 我不是夸我自己的弟弟 我弟弟外表显得花心 其实啊 他如果喜欢一个女人呢 很专一的 是吗 姐姐 上的月摩啊 我听 我听人说啊 舅舅很久没有喜欢过人了 是不是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又再说我了 幸亏今天我心情好 让我来帮您忙吧 看他们两只用力 老板回来了 来了 来了 请进 请进 坐坐坐 大圣啊 好 你坐坐坐啊 怎么样 今天你铺子里没问题吧 今天有个有吸引力的人 不用我坐镇了 有他就行了 禀哥 轮姐 外婆 外公 这个铺子挺旺的 是是是 挺旺的 不过呢 那些太太啊 费用啊 一个个的全都找舅舅舅 我们全都靠边站了 大圣啊 你用不着自卑的 好姨特地来关照你 有什么好吃好喝的 钱都给我拿来吧 三多这么久以来啊 没试过这么早就这么旺的 这个茶碳呢 可真不简单啊 亲家母啊 我真替你开心啊 上人呢 从小就跟着我父亲到处去 就学会讲吃讲喝讲气派 是吗 他会不会赚钱呢 这要说到赚钱呢 可就没花钱这么本事了 怪不得这么像呢 横看树看 倒过来看 怎么也像个公子哥 茶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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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爸 茶来了啊 老爸 这是我轻手泡的 外婆啊 你也有啊 天父 你现在学得细心了啊 自从这上人舅舅之后呢 这个心呢自然就细上了 真是奇怪 这个啵啵啵好像硬邦邦的 这杯奶茶又淡又色 真是让人大失所望啊 若你好啊 花这么一点钱 吃这么好的东西 还像这么一样呢 你真是的 是啊 不要这么挑剔了 你不是说饿了吗 快点吃了 要不然会饿坏的 要是吃这种东西 会把胃给吃坏了 好爷啊 我告诉你一件事吧 自从你喷过上人舅舅眼睛 和把他推下楼之后呢 他突然成为我们家族之中 稳战一席位的人士了 你甭怕他那德行能抢我的风头 真让这么多人疼我 我就不信他能抢走我的家人 真好 清川老妈蛮喜欢他的 这杯茶呢 汽得真有苹果香味啊 这杯叫做Apple Tea啊外婆 我特地汽给你喝的 因为姐姐说你喜欢吃苹果 是不是啊 是啊 你可真够细心的 你看看 闻上去啊也有香味啊 阿嬷 你想吃苹果都怕牙出血的 你不怕你的假牙掉下来吗 苹豪啊你不要老实说话这么难听嘛 我现在啊恨不得打死人呢 怎么说这里也是我的地头 兵哥 胳膊不舒服啊 我懂一点物理治疗 一会儿有空我帮你揉揉 上人真是关心我啊 不用客气 姐姐的亲戚也就是我的亲戚 你叫我出钱我没有 叫我出力还可以 可看不出来啊 难道你也抱过血管吗 我说我会不代表发生过的 仁豪啊 你这个人一有空的嘴巴就没空了 我们去喝茶去了 我现在不想去喝茶 好 要不跟我一块去逛肉食公司吧 上人说呢晚上要做西餐给我吃 那我就想呢 请亲家你们也一块过来吃啊 好啊好啊太好了 不用我做饭太好了 那我就等着吃了啊 简简单单的香草羊排 黑椒柳柳 蒜蓉龙虾全难不倒我的 还有外公啊 有两瓶红酒可以跟你分享啊 我越来越喜欢他了 他真帅啊就像我年轻时候一样 是吗 舅舅舅啊 您比好姨刚来的时候更是欢迎啊 我们今天啊有口福了 又排打又有好吃的 你开心啦 还真好 比待在家里发愣好啊 是啊 浩姐 除了羊肉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爱吃的呀 今天以你为主 对不起 你请不动我 晚上我约了朋友 创一啊 你的朋友全在这儿 还有吗 我刚认识的 刚认识 是什么朋友啊 没听你说过呀 昨天四头太太介绍的 她是一位律师 你也知道 那种上流社会的朋友 用不着老说出来的吗 那就是不用做你的了 笑什么 这个叫期待还是失望啊 别人呢 我可不知道 不过晚上 没人拿换来气我呢 我就可以多吃点了 笑好姐 现在改变主意 还不会丢人呢 什么 我都是约了朋友 有节目了 我逛街买东西 怎么也比跟那帮人打那些小麻将强 我就不信小胡子会比我好 看着你们一定会找我这个开心炸弹 讲享受 谁比得上我 太太啊 你又买这么多衣服啊 整条街啊 那些店里的衣服都没人买 就帮她买几件了 刺激下香港的经济嘛 走得我都快要累死了 对了 你叫我拿去干洗的衣服啊 我已经拿回来了 双双的 是你上个星期让我拿去洗的那两件 我有这样的衣服吗 你这么多衣服 难怪你想不起来了 有的 上面的商标还没撕下来呢 那帮我挂好了 幸亏我劳动惯了 原来逛街买东西比耕田还要辛苦 太太啊 你晚上再家吃饭吗 累死了 还能去哪儿啊 那我去开饭了 英姐 如果妈她们打电话来呢 就说我出去吃饭了 别说我在家里 你自己说吧 今天晚上我去看戏 帮不了你 你自己一个人去看戏 这么孤独 和姐妹去啊 不是 我和认识了十几年的那个花王 你跟她去看戏 不怕她误会你啊 这是正常的社交 每个人都会有的 在香港啊 凡是无关端正的女人 谁会在家里傻坐着呀 她也会有人追 那我多没面子 喂 哪位啊 妈 怎么这么吵 我们这好热闹啊 就像过年一样啊 那到底什么事啊 老头的胖 胖 是你打是我打呀 这么多意见 你们还没打完牌啊 快点 你 你就完了就完了 你现在在哪儿啊 我在跟我的律师朋友 在立心酒店开午餐 立会啊 我还看见很多明星呢 这儿真是一香必饮 金碧辉煌 我不知道多抢镜头 多开心呢 来来来 你跟她说 喂 认好啊 哎呀 你在哪儿啊 喂 你有没有闻到香味啊 上人舅舅啊 她做的菜可香啦 哎 能吃了 你们还有多少圈呢 不能吃糊没关系 有大餐吃啊 哎 闪 快来帮忙啊 有很多东西拿 容易 快来帮忙 下海来了来了 给你给你 喂 喂 容易挂断了没有啊 喂 喂 没人听啊 好 我先盛烫啊 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弟弟啊 老实说呀 从小呢 我就花了很多心思来栽培他了 难怪呢 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品格高尚的男人 舅舅啊 你做的楼送汤真棒 楼送汤呢 姐姐最爱喝了 姐姐 你的一大碗 来来来来 弟弟弟弟弟啊 这是我们家的地方 好好进行 你别忘了 应该先招呼人家嘛 是啊 我差点给忘了 老实说吧 我第一次来呢 觉得这儿很多人很吵 这次我来呢 觉得很温 很亲切 上员舅舅啊 终于发现我们家的魅力了 哇 他做的羊排一点也不删 好香啊 真是大师弟的手艺啊 就是啊 外公 我们干杯 干杯 干杯 这天烤野鸡脾脆肉嫩 很松软 真好吃 是啊 炒饭好吃 好香啊 既然大家这么喜欢 下次我再做一顿啊 不过我先声明 习丸买菜我不负责 舅舅跟好姨好相配 别开玩笑 對了, 剛才我們正熱鬧的時候 不是潤豪打過電話來嗎? 是呀, 我在電話裡跟他說了幾句 不知道他現在在哪兒 你還擔心他會慢慢進去? 他一直有很多節目, 連我們也沒關係 你還怕他一個人在家裡傻呆著? 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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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過來 好, 外公, 外公, 外公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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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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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好一點 坐好, 當下 好, 行了 誰唱啊? 我, 我, 我唱, 我唱鄭德瑞那首 那夜, 那夜, 女兒抓雞背 不不不, 行了, 行了, 你唱得這麼難聽 小心, 嚇著我的小媳婦 你認了, 你認了 等你兒子大了, 一定要娶我的小媛 媽媽, 發財了 我們女兒嫁入好門, 我們又能做上的人了 是啊 丙哥姐, 你別這麼說了 舅舅第一次見, 我們別嚇著她 不怕不怕, 坐要緊熱鬧 妹妹, 你新家路的, 輪到你開進口了 就是啊 對,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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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不會唱, 丙哥 唱吧, 丙哥, 唱吧, 丙哥 來, 丙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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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哥 來, 丙哥, 丙哥, 丙哥 來, 丙哥, 丙哥, 丙哥 誰來幫忙啊, 誰來幫忙 來, 姐姐陪你唱 來, 姐姐陪你唱 好, 姐姐 你比以前開朗多了 不用裝闊氣, 人都開朗多了 算你們走運啊 我們這兒沒人讓的 大家都搶著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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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裡飄浮, 戰轉卻是夢 情深永相傳, 飄如萬世空 當上雪飄時, 但願花影淹紅 明明, 距路上煙與夢 啊, 地相思夢與眾 哈哈哈哈 原來賭場這麼難啊 唉, 少少你倒不錯 怎麼說也有國超陪著你 媽在這兒快悶死了 悶得發慌了 啊啊啊 嘻讓了 好 妳們約好 可以晚點 昨天晚上玩的完了 睡過頭來 無法來 长得帅不帅 有没有发展 律师又怎么样 你有个这么容易就看上他了 那倒是我女儿这么像我 这么好的条件 我都长得一表人才 还用担心女儿 说得对 你还怕我嫁不出去 那个上腾人的弟弟 他真是又会吃又会喝的 我跟他喝酒的时候才知道 他去过很多的地方 知道的也不少 当然了 人家是富家子弟 变成落难王孙 我听我妈说 我爷爷从小就疼我舅舅了 因为他又聪明 长得又帅 是啊 你看看 他真的买上镜的 长得又高又帅 爸 你晚上到我那儿去喝汤 我叫英杰煮些藕汤给你喝 叫我喝汤干什么 你这么喜欢藕 那男人长得像块藕似的 你还说他帅 不过看上去呢 他真有点外表精明 是里边傻呀 要不然他老婆怎么会没了呢 那他离婚呢 是因为他老婆跟人跑了 还是他有病啊 这个连我妈都不知道 因为舅舅从来提都不提 我们也不敢问 不过呢 看上去呢 他怎么也是一个 能够上得了台面的男人呢 这么难得的稀有动物 应该便宜我们的用家呀 是是是 那就做做好事吧 喂 润豪啊 你说我们这条红绳 是不是应该把它拉紧呢 我的意见这么重要吗 哎呀 这是大家研究一下嘛 老妈向来是很民主的 我先上洗手间啊 等等老婆 我也要小便 喂 他们说的那个用家是不是你 当然不是 绝对不可能 可是他们好像在问你的意见哦 哎 我跟你舅舅的旧恨还没消 跟他也不配 不可能不可能的 那倒是 嘿嘿 你的缘分来了 啊 不会吧 怎么不会啊 这之前呢 就是中乌宴巧遇其孙王 如果你求姻缘呢 肯定是上上千 啊 中乌宴是阴阳里啊 那会不会代表机会 一半一半的意思啊 肯定不会啦 上天安排了其孙王啊 让他看见中乌宴漂亮的那一面 那就证明了 姻缘早定了 虽然我条件好 我条件好有姻缘 但是怎么也轮不上那个讨厌鬼 他人又老又没钱 还长得像老色狼 永家一定不是我 我遇的那个一定是另有其人 好姐 哇 这样来告诉我 这叫有缘有分 我就不信这么喜 现在流行这么打招呼吗 我告诉你啊 你不要跟着我 你没有机会了 不要对我有非分之想啊 如果你说没钱 那我就送你张机票 再送你到机场 劳驾你在我面前立刻消失 直到永远 听见没有 说了 练绕口令啊 哎呀 你还装傻充愣 我已经表明我的立场了 请你快点离开我 我不想再跟你有什么瓜葛 快跑啊 快跑啊 哎呀 你走 哎我的血 哎 又没跑 你 快点 哎 呃 全都跑了 你怎么样啊 没事 是救换 上次你弄的 拜拜 哎 喂喂 我的血 哎 哎 女人真麻烦 你把我的鞋弄坏了 你说要鞋没说要跟呢 下次说清楚一点 臭猫屎 就这样了 拜拜 拜拜 他怎么跟你说呀 我出马哪会失败呀 不过这个骗人哪 好像不大好啊 要不要卖广告通知大家呀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 总之呢 到了那儿 他就知道是什么事情了 这种事呢 男方知道 女方不知道更好 容易下台嘛 上的人呢 他也说 也希望他弟弟在香港找个老婆 就能够长住下去了 男人约女人出去看戏 吃顿饭是普通的 这个浙江活动嘛 可不是啊 反正我们到那儿呢 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省得他们那么难堪嘛 大家唱唱乐曲啊 聊聊天 很容易成功的 妈对我还挺担心的 若好 你站在这儿干什么 不出去坐 我刚刚洗完手 姐夫 你刚起床 来 我扶您 好 慢慢走 睡得我们像云 你怎么样啊 那出来坐坐吧 来 茶烧饼 你要是精神好呢 就到三多那儿去看看 我是想去啊 不过润扇说呢 让我吃完饭睡一觉再去 姐夫 你有姐姐疼你多好啊 有的人想找人疼啊 都没有 对了 该走了 我们也该去三多那儿看看 然后呢再去超级市场逛逛 若好 今天晚上去乐剧社啊 我 真是我 你干什么把眼睛瞪这么大呀 去乐剧社嘛 要不然你又说我不关心你了 算了吧 我还是不去了 不行啊 不去不行啊 老妈约了 别跟她说这么多了 要不呢 她又耍花招了 你们这么着急 那我就去咯 这样 那准时点啊 咱们走吧 怎么样 好 那我们走喽 啊 姐夫啊 你说我这件衣服 漂亮不漂亮 漂亮 你每天都穿得 像参加宴会似的 你干什么这么问我啊 啊 我随便问问 我也得回去准备一下 省得妈一会儿又说我迟到 拜拜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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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穿得真漂亮 是吗 我随便穿着就这么漂亮 没办法 来 吃蛋糕 好 穿这么漂亮 晚上有约会啊 本来我不想来的 不过怎么也得给爸妈点面子 给面子 是啊 虽然她多年没谈恋爱了 可是她品性挺好的 人不可貌相嘛 做朋友倒无所谓 最重要是个性合得来 是啊 我倒没什么关系 当时多交个朋友吧 反正我回香港这么久 还没看过戏呢 对吧 好姐 好姐 今天怎么拿这么大盒蛋糕来啊 我是拿给爸妈吃的 好像今天的沙虫水下得特别多啊 你鼻子真厉害啊 这么远都闻到了 没办法 我对沙虫水特别敏感 热昊啊 我叫你准时来的啊 你晚了半个钟头了 就是了 我已经全安排好了 知道了吗 我现在不是来了吗 不过下次还是少喷一点好 环保嘛 是啊是啊 今天晚上我先忍着 将来再慢慢收拾 女人除了钻石之外 第二个好朋友就是香水了 我怎么能这么绝情不擦她呢 你不说约了看电影的 时间已经到了 是啊 差不多都七点了 是啊 为什么 你你你起来干什么 喂 我已经给你约了黄太太了 她说呢 让你帮她问问国超 关于肾病的事 是啊 就这件事啊 就这个事啊 不为这个为什么呀 哎呀可以走了 来了来了 不好意思啊 我迟到了啊 不要紧不要紧 我来给你介绍 上人哪 这位就是清华的得力伙计 沈莎莎小姐 沈小姐 这位呢就是清华的舅舅梁上人 梁先生你好 沈小姐你好 幸会幸会 该到我们唱了吧 是啊 上人啊刚吃东西 等一会吧 爸 我陪你 叔不肯等的 哦 来走 你陪我唱啊 是啊我们走吧 你会唱吗 来来来来 刚才我去弄头发等了很久 我的肚子有点饿了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去吃东西 这样那先吃蛋糕吧 是啊是啊 反正润好他们去唱乐曲了 好好好 坐 来坐 谢谢 谢谢 坐啊不用客气 我看我唱歌 叫我唱歌 我唱歌 你唱歌 妙蓝粉 妙月美亦 何日早爱归亦还 爱我何不敢 怎么了 怎么唱戏这么快就散场了 怎么啦 把六国大风向搬到家里来演 问他吧 无缘无故就发脾气 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跟他过不去是 怎么回事 这里很危险, 赶快离开战场 走吧 我们拿东西走了 走走走走 天花,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问你又不说 是啊, 怎么啦 这都怪你 无缘无故答应黄太太 要她问这个什么国朝一些事情 因为我跟她要过票 就当还她个人情债嘛 妈 你是不是闷得发慌了 给人家做哪门子没人呢 到底怎么了 说清楚点 总比我们在这做拼图好 你妈呀 说那个上人哪 不错呀 不要浪费了 说要见上一个什么姓沈的 是不是向海公司的那个沈小姐 不就是她吗 那这很平常嘛 是啊 大姐 你说得倒轻松 俗话说啊 不做中 不做宝 不做梅人三代好啊 万一我们下一代倒了什么梅呀 谁来负责啊 就算是这样了 怪也只怪我一个人嘛 你何必气成这样啊 妈 我早说过了 你一向都不疼我 荣郝 阿姨 荣郝 怎么了 荣郝 怎么了 荣郝 这么大坏呀 那我做梅人 跟疼不疼她 有什么关系啊 只有你自己知道了 荣郝一定是嫌你们耽误了 她谈恋爱的时间了 那我叫她上去 无非是想沈小姐和那个上人呢 没那么难堪嘛 你说她生什么气呢 是不是 荣郝 怪你不给她介绍人 多事多事 走走走 你看这乐乐 竟说大人话 不倒可能吧 荣郝那么恨那个上人 怎么会呢 可不是啊 她的眼光那么高啊 而且她身边有这么多的 上等专业人士 什么时候轮到上人呢 荣郝回去睡一觉 明天就没事了 你们用不着替她担心 对了 你属于什么星座和生肖的 这些事你也有兴趣知道 别人说过 两个人合不合 看看星座就知道了 如果加上生肖呢 就十拿九吻了 我是属羊的 不知道你会不会正好属虎呢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已经很晚了 你一个单身女子 不要这么晚回家 那我们走吧 好 我来 不行 我还没谢谢你刚才那张票呢 这顿我来请 应该我说谢谢你 今天你陪我去听歌 我朋友临时给了我两张票 我真不知道找谁陪我 后来刘先生想起你了 要不这样吧 今天晚上就当是你欠我一顿 将来等你有了工作呢 再请我好不好 好 叔 就当我欠你一顿 舒服极了 来 我帮你铺 谢谢你妈 帮我把床铺好了 那个床是给我铺的 不是铺给你的 你去睡我房吧 我给你买了张单人床 那你呢 姐姐 我做厅长就行了 我看你这么大的个儿 睡在客厅里 让人家看着啊 我心里不知道多难受 从小到大 姐姐都是把最好的 东西给你 这次怎么能例外呢 不用了 姐姐 你现在是个单身人 我怕潮可以塞耳塞 怕亮呢 就戴眼罩啊 我叫你去睡你就去睡吧 别啰哩啪嗦的了 是啊 舅舅 妈说了 要把这房子里 最好的东西全都让给你 你别气我行不行啊 如果是这样我不客气了 我先睡了 对了 上人 你今天跟沈小姐上街怎么样了 不错啊 我看也应该跟下等人 沟通一下了 对吗 那你觉得沈小姐 她的为人怎么样 她不错 虽然她样子不算出众 但是性格很大方 请我看完歌剧之后呢 还跟我抢着结账请吃饭 舅舅 那最后是不是你让她请了呢 当然 为什么 她说下次才轮到我请啊 那你有没有送她回家 我们一起上的车 她说先送我回家比较顺路 非要看着我进大厦才肯走 香港那女人现在很独立啊 姐姐 要是没别的事 我先进去睡了 有点累了 好 早点休息 早点休息 晚安 妈 看来舅舅这么小气 一定没希望了 妈 你说他们两个 有没有机会 我看一定是没机会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上人舅舅 很小就有女人约她了 如果要知道她喜不喜欢这个女人 就看她肯不肯在那个女人身上花钱了 照你这么说 就这次连一顿饭都不肯请沈小姐吃 那是完喽 那倒是啊 你舅舅又帅又威风又学识 现在这种男人很难找了 她怎么会看上沈小姐呢 不会吧 我就是了 你 我不是啊 你刚才说的那些我样样俱全嘛 俗话说 外甥像舅舅 我就是了 你十年前倒是 好了好了 你们俩不要吵了 其实我现在为上人的事 不知道多担心呢 妈 舅舅年轻的时候呢 是不是把钱全都花在女人身上了 不是的 你错了 她只是花在一个女人身上了 其他的女人呢 倒贴给她 她都不要啊 连看都不看人家一眼呢 嗯 那个女人一定是 被贴给舅妈了 这可难说了 你舅舅呢 也算是个让女人宠坏了的 现在呢 要找一个又厉害又泼辣 势不饶人的女人来制止她才行 你说认好她怎么回事啊 一会儿呢 就发脾气 一会儿又亲情大发 好 让我们到这个上等茶楼来见识一下 真是 还说找好座位了 现在人还没到 你看看 来了 来了 爸 大姐 妈 我是说一早来要位子 但是我没说一早来排队呀 你现在给我们变个位子出来 哦 行 部长 梁小姐 这么早 是啊 他们是我家里人 你们一起的 我也知道不太像 不过替我找张桌子 好好好 怎么样 你请喝茶就了不起了 说了这么多的话 到底有没有位子 没有位子 我们到先行楼去了 说 有 有 梁小姐是这儿的熟客人 怎么会没位子呢 各位 请请请 来 妈 小菜一碟炖二十五块 任何 这些点心不合你胃口啊 你怎么筷子动都不动啊 东西这么干 没有胃口 更好 你不吃呢 我们全包了 不过你到时候呢 记得结账就行了啊 你不是于大夫的岳母吗 最近于大夫和于太太很少来啊 是啊 国超侯女儿去欧洲旅行了 今天这点心不合您的胃口吗 要不这样吧 我到厨房呢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给您 好 给我拿一点有滋味的啊 那太简单了 我让他们给您弄两碗灌汤饺 让您润润嗓子 我保证您一定有胃口的 那谢谢您啊 别客气 妈 要说起来呢 我真要谢谢您才行 我谢谢您生得我这么得人缘 不知道为什么 就算不认识的人呢 也对我这么好 就像上辈子欠了我的 你看看您啊 人家拿碗灌汤搅来 就这么多话 莫名其妙 老妈 你就让润浩出这次风头吧 不过说实在话啊 这儿的格局呢 还有点心真不错啊 润浩 别怪老爸不关心你啊 下个礼拜是你生日 你想要点什么礼物啊 我以为你们没把这些小事 放在心里呢 我是省得到时候有人发脾气 说我们没真情 那就又急我一过了 对了 人好 你心里想要什么 其实我现在什么东西都有了 我想你们请我去欧洲旅行 一两个月 然后去日本购买就行了 你是不是想叫我跟你一起去 替你拿东西是吗 润浩 你像鳄鱼一样 想养老爸给老妈一口 他天天都咬你一口了 我开开玩笑而已 怎么还有两个位子 是给姐夫和荣医的 她们在三舵没工夫来 我们约了上等亲家 跟上人舅舅来喝茶 又是她 叉叉亲家 一说就到 不好意思啊 我只有一个肾 走得慢 所以来晚了 坐坐坐 郭梦令F8弟 坐坐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恨中国人哪 学老外那样 说外国话 不知所谓 我忘了 郝姐是从大陆来的 听不惯英文 再来一次 郝姐 你走 你们好 expression 看见 李小星小星 环彩温兴 快乐发生啊 我心我心情愈追 参七身众爱 每一次都在温馨 乱入我体内 每一次都情浓止醉 快感永不变怀 明白有爱有家在 成就冷暖日深海 无论拍下半边天 都不必该